而特征组办扁案现在发现了包含陈信瑜、赵建明、陈志中以及陈敏勋都涉嫌未证罪被列为被告 而一家北检侦办现在最新的讯息是四个人都已入出境通知方式要控管行动 而北检检察官分案之后认为陈信瑜他在特征组作证的时候 针对扁家海外秘账以及国务积药费作出不实陈述 至于陈志中是在特征组作证时刻意隐瞒海外秘账洗钱的情节 对国务积药费也是做出了所谓的不实陈述 至于赵建明则是在国务积药费核销发票的时候也是做出不实陈述的状况 而另外陈敏勋在101董事长职位买官案 在这个特征组作证时他承认跟扁征桥董做未知 但是后来法院审理之后却又翻供 因此现在这四个人被列为未证罪被告 也都遭到入出境通知方式监管 不过像是赵建明和陈志中 其实早就因为其他案件被限制出境了